大家就是可能抖音刷太多了 覺得那個月收入過萬就跟吃麵條一樣簡單 現在是晚上7點鐘 放在等你剛好 我沒有錯了 我沒有錯了 一月份終於到達了我們三月四年 應該去過我們的十月還要趴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央視在中國境內 做了一期關於台灣的節目 其中裡面提到了台灣的貧富差距 為4.12倍 408萬的台灣人月薪不到43000台幣 換上人民幣就是月薪9765元 OK這個是客觀事實沒有錯 但是你中國央視做這期節目的用意 是在貶低台灣 然後讓小粉紅覺得 台灣人民水深火熱 你真的要好意思 台灣的基尼係數是0.338 在世界正常範圍值之內 而中國的基尼係數是0.468 而超過0.4的警戒線 就屬於貧富差距 分化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點 你真的非常好意思 而你是主張社會主義 列寧 馬克思主義 共產主義的集合體 結果呢 你貧富差距 比大部分的資本國家還來得嚴重 你又要不要把你共產黨 所謂無產階級 共同富裕的那些什麼神主牌給砸了 再來李克強說 中國有6億人月入1000人民幣 換算台幣就是4400塊 雖然這裡李克強是指沒有收入的老人 以及沒有工作能力的小孩也算在內 所以有粉紅會說 你不能拿李克強的數據來說 因為台灣統計的也只有有薪水的人 沒有列入那些什麼小孩啊 老人啊 OK沒問題 但問題就是什麼呢 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沒有列入 農村啊 鄉下貧困地區 更把每個月只工作一小時的人 也列入勞動人口 在網路上即便是有拍賣一件物品也會被列入 還運用了各種手段讓應接畢業生 先找到工作或是先有實習 才能給畢業證書 因為這樣就不算失業人口了 這些我懶得再贅述啦 在你們用盡這些方法 讓數據變得好看之下 中國青年失業率 還是在前幾個月高達了21.3% 你這些措施如果通通不做 正常的給他放下去統計 340%跑不掉吧 結果呢 你之後乾脆就蓋牌不再統計了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來說有這個工作統計的好了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2023年5月公布的數據 誒不要再說抹黑了哦 如果說抹黑的話 你就是妄議中央啊 2022年私營民間企業就業人口 平均年薪為65,237元人民幣 換算一下就是年薪 287,438元台幣 那就等於一個月只有23,953元啊 這個是平均哦 而這個平均還不到我們台灣的最低薪水 誒論中位數的話 那不就更低了嗎 可能一萬八一萬九 而換算起來也就是一個月平均 5,443塊人民幣 所以我大概兩年前就說過了 只要你月入5,000人民幣以上 你就贏過中國的平均值了 而中國國務院在2020年公布的數據是什麼呢 你月薪只要達到5,000人民幣以上 你就超過了90%的中國人 對吧 這個三年後啊 標準提高了443塊人民幣 所以你真的好意思說台灣耶 再來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為114,029元 換算就是月薪41810塊台幣 也就是9502元人民幣一個月 你看一下中國的公務員啊 軍公教那些吃鐵飯碗的人 平均還輸我們台灣408萬 勞動人口的 9,765塊人民幣 你到底有什麼好喜有什麼好比的啊 那些舔共台灣人也很好笑 當中國央視出台這些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中共央視一起罵 對啦 台灣民不聊生啊 水生火熱啦 當你看到我這條影片在反駁的時候 你又要說什麼 嘿 那你不要比爛啊 你明明就知道大陸是這個樣子 你還硬要跟他比爛 什麼話都你在講 我跟你講 今天就好比怎樣了 今天台灣做節目說 瑞士人民不聊生 瑞士人這個貧富差距過大 瑞士人的這個物價好高哦 瑞士人看到就覺得 你台灣憑什麼啊 然後瑞士人就拿來嗆我們台灣人 這個時候我在說 你瑞士啊 你為什麼要比爛 你要不要聽聽看你自己在講什麼 OK 講回前面了 你把中國的公司 這些單位企業平均起來 也就是一個月的月薪為 32,881元台幣 而中國的國企央企啊 還有那些公家單位 很多都是中國的銀行 那些錢啊 直接注入在裡面的 印鈔票住在裡面的 裡面灌水灌了多多啊 這個我 三月份 十月份已經做過節目 我也懶得再贅述了 而中國這一年多以來 很多地方的公園 教師 部分城市國營單位啊 這個公車單位的吧 很多都在欠薪嘛 那這些我們都曝光過很多的影片了 還有追回去年發的績效獎金跟年終 所以啊 我不管你數據多好看啊 你數據怎麼掰的 你看一個地方的房價暴跌 你就知道他的經濟狀況了 這裡我也懶得再解釋啦 甚至一些粉紅在洗什麼 台灣物價高啊 所以大部分的台灣人 比大部分的中國人 大陸人過的差 我也真的會笑死耶 那我要說瑞士、德國、美國、挪威、芬蘭、丹麥、瑞典的物價 比台灣高三到五倍 所以啊 台灣發展的比歐美好三到五倍 非洲、柬埔寨、緬甸啊 比歐美發展來得更好啊 因為他們的物價可能差了十幾倍啊 所以緬甸發展的比中國好 對吧 你到底在說什麼笑話啦 你有沒有考慮過少跳點柯木山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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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醬醬醬 什麼鬼啊 說不定你收入能高一點啦 說不定你就不用賠那個佳樂福錢啦 而央視後面還在嗆我們 台灣面臨缺工的問題啊 真的不要搞笑去騙那些小粉紅耶 中國是失業沒工作的人一堆 還有臉笑我們 因為我們不想去做基礎的工作 而導致缺工 一個沒有工作的人 想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人 然後來笑 我們不想去做基礎工作的人 因為我們有更好的選擇 我跟你說啦 歐美日韓啊 這一類的國家之類的 早就在五年前啊 甚至十幾二十年前就面臨了這種缺工的問題了 所以他們也很快就引進了很多的外國人來打工 你就是不爽看台灣有往歐美的道路發展前行對吧 你是被神遺棄的孩子 所以你不甘心啊 來抹黑我們 還開放讓你們來台灣打工 來緩解你們的失業狀況 做夢吧 這麼好的好看還給你啊 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大家好 現在是晚上七點鐘 我現在在華山淮宇城井閣店的門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家三十多張台 幾乎全都做滿了 我們看看商場裡其他家店的客流情況 整體的商場都沒太有什麼客流 你去看一下台灣的餐飲業 基本上大城市都爆滿啊 真的是爆滿啊 你要有時候去吃給餐酒館 盯不到位子啊 因為我很愛吃餐酒館嘛 我知道吧 對不對 再來看 看到這樣子的場景 大家有什麼想說的嗎 這一條街的話 現在非常多的這種商店 是關門倒閉出租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連逛的人也沒有多少那個門閘 還有那些門口那些 都已經有些是爛了 還有很多灰塵在門口那裡 還有最後二十來天就要到2024年了 就新的一年了 大家覺得2024年會比2023年好嗎 這個狀況 其實從放開特色管理之後的今年 3月份開始這種狀況 這種問題浮現 對吧 到現在12月的問題還是依然存在 請問一下台灣城市有這種明顯 十幾間二十幾間店 剩一家的獎金嗎 沒有吧 你有看到這個一條街啊 逛街的那條街全部倒吧 沒有吧 不好意思啊 台灣人在放開後出國玩的一堆 我們公司基本上今年每個人至少都出國過一次 而我假日 去什麼台中啊台北啊 新北啊 什麼新竹啊 桃園那些城市啊 不好意思啊 人潮就是滿滿的啦 很多想要吃的餐廳啊 要排隊啦 甚至還訂不到位置啊 這就是因為經濟在動嘛 對吧 我今天還是去日本啊 美國啊 歐洲啊那麼多國家 經濟就是在動 所以所以通跑 經濟在熱 房價在漲 歐美都是一樣 那中國為什麼在跌 因為經濟每一在動 最後一步來點評一下 現在外賣小哥已經不可能月收入國萬了 大家真的不要去相信這種鬼話 全是騎手 全是全是兄弟們在這等單 大家就是可能抖音刷太多了 或者是網上新聞看太多了 覺得那個月收入國萬就跟吃麵條一樣簡單 其實現在在上海就是普通人 月收入國萬真的很難很難 這就是我前幾個月說的 中國因為很多人失業 跑去開計程車 你們叫網約車是吧 或者是外賣 導致飽和過剩 薪水降低之外啊 中國人今年尤其是下半年啊 花在點外賣上是降級消費 以前可能點個二三十塊的套餐 現在可能就點個十五十二的 這也是很多中國的外賣小哥 在網路上發表過的觀點啊 這不是我瞎說的啊 我之前也帶大家點評過 一些這樣類似的影片 對吧 所以啊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中國大環境是整個不好啊 所以自然薪水也變得非常的少 所以抖音快手 小紅書上的中國 拜託你真的少看 你要了解一個前提 抖音也好 快手也好 小紅書也好 不是不可以看 但是你看的時候請你要知道 它是有黨支部的 它想要讓你看到什麼 你才能看到什麼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也訂閱 我不相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 拜拜 拜拜